決戰國會改革法案 明天就星期五了 會不會上演終極之戰呢 我們看到了 立院過去歷經了武鬥杯葛 現在更上演了抹紅戲法 今天 共軍對台的環台軍演 居然被說成的是 配合藍白國會影戰 里應外合 哇 這裡有點錯亂了 到底是誰在影戰呢 而潛秋今天也要帶我們來看到 明天 畫面當中看到的韓國瑜院長 他要怎麼主持議事 才可以順利的 讓這些法案能夠完成三度 當台灣在國際處境非常嚴峻 國內也有那麼多治安民生議題 在嚴峻需要被解決的時候 看到立法院 我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憂心 而且覺得幼幼般 無聊般的舉措跟行動 就是代表著我們今天的執政黨 那我們怎麼報給他們任何的信心 因為看到這些行徑 其實是可笑至極 當你在人數表決上 是否定反對 過去自己民意黨曾經主張 倡議過的法案 國會改革之後 結果人數表決 你就不讓人家表決 因為人數比較少 小朋友都知道 幼稚園都知道 小班都知道 我們投票是要有民主的行為 就是要尊重多數 小數 這種比例的懸殊 他不讓人家投票 亂完了之後 再來就用抹黑的 因為我們的記事感 特別想要就是四年前 所謂的拿外面的資訊 外銷轉內銷 詐騙集團的模式 來做這個誤導 這個王立強2.0案 現在又出現在立法院 你亂完了之後 你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還要跟外面的支持群眾 想要辦法更多的訴求的時候 你就再拿一個錯誤的資訊 叫做元宏斌 這個來亂 那這個亂的模式跟版本 幾乎跟王立強一模一樣 2019年當韓國瑜被抹黑為 拿中共的錢跟情報 來進行選戰的時候 害得整個選戰 結果最後怎麼樣呢 這個王立強最後在澳洲 被判為詐騙犯啊 被驅逐出境啊 證明所有什麼曾經是共諜 曾經有的編造的劇情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錢就現在講到這個 就是今天大家在熱議的兩件事 第一個 說什麼 早在2月 習近平就下令說 搞統戰 從台灣的立法院 當第一個戰場 所以你看 現在亂出這個 後面都是 阿共的陰廟 第二 今天7點45分的 那個環台軍演 也被說成是 跟這個藍 白 場內 來一個理應外合 就是要讓台灣不安寧 怎麼 這什麼邏輯啊 這個劇本早就寫好了 因為包括了 不是有美國的 這個眾議員 Christmas嗎 他在指責說 耐心得立法院 自己內部的人 這樣亂的時候 民進黨就跟他們游說 游說什麼 說我希望你改一下 那個聲明稿 上面的人要改成什麼 改成說是 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 才會讓內部變成這樣 人家不願意 所以這個國會議員 最後改了是什麼 他是說 希望在立法院 不同的政黨 互相尊重 因為人家老美也看不下去啊 哪有人國會改革 自己議員反對的 又哪有人 你自己執政黨說 在野黨可以勾串跟串聯呢 那基本上執政黨是你 你怎麼去跟人家裡應外合 你還可以配合軍演啊 這種是瞎到爆 難怪他帶著外賓去抓蝦 釣蝦 因為這個蝦的劇本就跟當年王立強一模一樣 但是他相信外面這些群眾都好騙的嗎 民眾好騙嗎 現在民意風向可不是如此 那我問你 明天韓國瑜院長 你看喔 群眾聚集越多喊的 都是韓國瑜民主的罪人 沒收這個敬明表決 黑箱作業 他明天要怎麼主持這個議會 才能夠讓第一個 不要再打架了拜託 第二 順順利利的讓這些 改革國會的相關法案能夠完成三讀 他明天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我必須要說韓國瑜很難做啦 現在也不只民進黨罵他說 哎呀 你是勞共唱賀的 國民黨藍軍也有一些支持者在罵他呀 說你要更有效率啊 你要碾壓 這不就更證實他是中立啊 像當年的民進黨一樣 但是他沒有啊 沒有辦法 他還是要依照醫事規則 你要求協商我就協商 協商你不來 我要求清點人數就清點 或者人舉手嗎 那我們就記名卡 叫你一起來通過這個法案 你們民進黨又反對 反對自己反對的反對 所以他只能依照醫事規則 不能被抓到小辮子 他必須要一個程序一個程序的來 用這個制高點 把他用醫事規則壓住 震住 不可以用這個所謂的過度的碾壓 但同時只要程序完備了 他必須拿出破例來 還是必須要表決人數優勢在哪裡 這個有沒有支持的人數的正當性 就在這裡嘛 因為那內容是有正當性 是國會改革 那自然人數上就讓他程序表決完 就結束了 外面怎麼鬧 管他的 我只要程序抓準了 讓人數來說話 我現在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明天國會的終極之戰會怎麼演變 今天大家情緒就兩件事 一個原來如此 一個莫名其妙 原來是黃捷 邱映 偷走了國民黨立委的表決卡 所以不能記名表決 最後你再來罵說什麼 舉手投票是黑箱作業 有這個道理嗎 另外一個是莫名其妙 原來習近平二月就下令戰場在立法院 今天這個局面 難道都是阿公的陰廟嗎 好 俊庄哥 抱歉我的觀眾朋友 來看立法院 明天就是禮拜五 希望明天像禮拜二 希望明天不像禮拜五 為什麼 要文場不要武場 上禮拜五打到練 禮拜二沒有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五 跟這個禮拜二五二一次會 接下來明天是新的 你一開始要宣讀確認意識度的時候 可能就打起來了 所以明天我看起來 要不是五場的可能性不高 但希望不要有人掛彩 或者出現任何問題 那大家在擔心的同時 俊庄哥只有一個人最穩 那個人就是最能夠整場hold住 就是韓國瑜對不對 你看韓國瑜院長怎麼樣 外賓來啊 他有看 因為國際媒體的報導 就問說對不對 這個外賓講什麼 你們這個台灣的國會 就關係我們國會 就韓院長也是這個可以說是非常的 氣定神前的婚姻他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台灣歷經這個多年的文攻武嚇 歷經很多我們藍綠的這個互相的這個 這個競爭對抗 那經過這些碰撞之後呢 我們會自我療癒 我們會有自動的 恢復我們的這個健康 所以韓院長倒是氣定神前 但是立法院現在三語欲來 觀眾朋友一個個來 第一個 我們的立法院的院長 他有一個 這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他一定只能從這兩個門進來 特別是左邊 特別是左邊這個門 為什麼 因為他的休息室在後面 那他只能走這兩個門 你看旁邊不是有門嗎 俊昌哥你看這邊還有那個官員 這是部長進來的小門 左邊這邊有個院長進來的小門 然後還有委員的這個 左右平門跟前面的大門兩個 但院長只能從這個門進來 我就一定要開大門走大路 那如果有人阻止呢 其實俊昌哥立法院 是有朱衛錦的啊 那朱衛錦如果幫院長開道 動用警察權 這個不是天經地 是可以 但是從以往 王清明院長到現在都不願意用嘛 因為你今天進來以後 朱衛錦在保護 譬如說你是院長 我要保護你對不對 然後宇軒是立委 你會去回到他耶 他要弄你的時候 我弄住宇軒 說警察走開對不對 然後就對 就不想要讓警察 因為警察沒有民意基礎 立委每個都有嘛 所以不想要用警察權去動到立委 可是能不能夠 現在就在討論說 有條件動用警察權 就是在我們的朱衛錦 完全不動到委員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幫院長確定他的進出的動線 以及他的主席臺 是 就這樣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在討論說 韓院長會不會動用警察權呢 動用警察權讓議事能夠進行 那是不是就不會這麼亂 明天會是什麼狀況 我們拭目以待 好 你剛剛提到了 明天不動武場的機率 不會太 但這樣子的話 就很讓人家擔心 不是只有擔心而已 是很擔心 因為傅昆琦 傅昆琦現在目前在哪裡 沒有那個招待 他現在是坐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也繼續要等 禮拜五明天一開會 所以他就在那邊 繼續顧會場 現在的畫面來了 他說 他有小道消息 立法院不是有福利社嗎 我也常去買東西 裡面 空缺水已經全部都沒了 被柯建民給買光了 為什麼 不知道 要來三歲 我不知道 他說柯建民已經把所有的 立法院的空缺人買光 好了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狀況 狀況一 因為禮拜五不是還會有學生來嗎 對啊 學生也嘴打啊 所以柯建民買個空缺水 給他們喝怎麼了嗎 外面便利商量多的是 不是啊 因為他可能整箱買 因為立法院比較便宜 買完以後送給他們喝就沒事 這樣還單純 那如果你買來以後 要用蛋 那就麻煩了 所以希望沒事 這個是傅昆琦總召講的 他說柯建民把空缺人買走 柯建民可能等一下 我們錄到一半講說 你說的我拿去喝水而已 第二個 因為議場門口 現在目前是國民黨還在排隊 那你記得 上個禮拜五 六點四十三分 七點準備要開門之前 就打到黑暗去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柯衛星 被這個王美會這樣打頭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希望明天能夠一切如常 好好的開會 那當然啊 民進黨如果要求要表決 要發表印象的時候 你也給 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適度讓他能講 時間可能拉長一點 好那你就知道了 那現在目前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投票的時候 是舉手表決 有很多人在講 你現在用的是卡啦 拿出一張卡 我身上也沒卡 那一張卡呢 是代表一個委員 上面會寫 譬如說某某委員 我就要舉一個 陳玉珍 對 那一張卡就是陳玉珍 對 那你看議場裡面 這麼多位置對不對 我跟俊翰哥講 觀眾朋友 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 你看這裡有個位置對不對 對 這裡有位置對不對 對 你把陳玉珍的卡 插在這裡跟插在那裡 都一樣 投訊都是陳玉珍 這樣大家瞭解吧 所以卡就代表那個委員 所以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導播有那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兩邊互拍啦 俊翰哥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黃捷委員是把他的卡抽起來 有沒有 確實是有抽嘛 可是黃捷有解釋 他說你看我為什麼把他抽起來 因為那是國民黨立委的桌子 可是上面沒有人 所以我抽起來要還給醫生員 這個也是一樣 邱毅寅跑去國民黨的這個委員的桌子 把他整個抽起來以後 有沒有 那當然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中 你憑怎麼抽我的卡 邱毅寅偷卡 黃捷偷卡 那他們兩個講說 因為你們根本座位上沒有人 可是我也說實在 他們講就清楚了 所以一一次的官房就變成是 為了要去守住那個主席台 啊不然我朱毅寅去守的話 朱毅寅把他 我剛剛前面不是講嗎 朱毅寅如果能夠保護院長進出 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每個委員都回到座位上 有意見就舉手發言就好了 不要讓國際媒體報導 我們立法院 怎麼到現在2024年還打成那樣 好像最後有一個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二讀了 如果三讀通過以後就要等 這個行政院是不是提複議 沒有提複議 總統 俊翰哥你知道按照規定是怎麼樣嗎 三讀通過的法案 譬如說預算案跟法案要三讀 其他還不一定 有的二讀都可以 十天之內必須公告 總統就是把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他要公告 那如果他不公告呢 他不公告的話 這個法律要退回嗎 我跟大家講 以前沒有這個例子 以前曾經有過一次 319徵調會條例的時候 調查阿斌 阿斌還公告嗎 他也不敢不公告 那賴星德總統會怎麼做 你聽我講 以前585號就是 阿斌就講說 我三讀公告 但是我要加注 這個東西有危險 所以他就把它加注一個意見 然後去提釋憲 但還是得進行 所以觀眾朋友 柯建民 總召他昨天去接受媒體訪問 說他講了一個 目前 我會跟大家講清楚 總統府並沒有認證說 沒錯 他的說法是說 這個東西因為他認定違憲 所以就算三讀通過 我一定提釋憲 我提釋憲以後 就要進入冷凍期 我進入冷凍期 總統就不可能 倒立翻來國情報告 但是府方人士沒有具名 他跟媒體講說 沒有沒有 我們總統一定是按照 憲政的規定 以及相關的規定 好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相關規定 根據立任執行法第十五之一條 只要有四分之一上的立委提議 然後大家辦訴通過 總統就會來啊 所以你按照 不管是現行的立任執行法 或是新版的 有一句話叫惡法易法 你不同意這個法 你去釋憲 可是釋憲出來之前 你還是要照做啊 所以你說 如果三讀過了一定過嘛 因為藍白加起來62票 然後賴清德就不來立法院 這個說法 我跟觀眾朋友 今天在我們報信講清楚 是柯建民 總召他自己的說法 那他是不是扯 總統的後腿 而且總統府沒有這樣認證 我們跟他講 賴清德總統沒有時候不來嘛 那照講一定要來 來了以後 不管是依序回答 還是同問同答 總是我們有現在的規定 跟新的規定嘛 不管哪個規定 總統都是要來的啊 哪有不來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很清楚的 這個總統不來立法院 國庆報告的這個說法 目前為止 我的理解 是柯建民總召的個人意見 好 宇軒你怎麼看 今天哇立法院 明天 我現在說這個五場 可能還是要稍微 大家運動一下 問題是 今天這一段 就才畫了才的畫面 還有老柯的發言 是不是有扯賴總統後腿 所以我覺得你國民黨 也是腦子弄清楚 人家已經在跟你討論說 你們這個東西 是共產黨指使的 然後你還在討論 卡片到底是誰先偷誰的 輕重緩急分清楚嘛 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你說動用警察權 有沒有動用 有啊 韓國瑜有動用啊 韓國瑜不是在 5月21號的時候 就說他維護後方 院長行進的安全通道嘛 那顯然一定是用警察去架人搶的嘛 為什麼 因為他被賴慧元 被一堆民進黨女立委 這強暴嘛 強行暴住 強行暴住嘛 所以院長有人身安全是疑慮嘛 因為韓國瑜如果奮力抵抗的話 他搞不好手就骨折了耶 到時候頒硬性給賴清德 那個時候可能就變成一隻手組織 叫賴清德自己拿 你每次拿喔 你每次拿喔 可能變成這樣子嘛 是 但是我講幾個層次問題 武鬥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但是我反問一件事情是 是內部人武鬥 還是外面的人竟然打內部的人 因為現在民進黨在動員啊 賴清德已經下這種總指揮了嘛 意思就是說 禮拜五要再來一次嘛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嘛 那最近 最近專家喔 我要拿這種平方公尺 我們來去計算啊 到底521是多少人啊 有人把樓地板面積都算出來啦 他講喔 如果三萬人的話 一個樓地板可能要塞十幾個人 一平方公尺 是 塞十幾個人 那一萬八的話可能也要塞七八個 前兄貼後輩也不可能 也要塞七八個 所以大概五千到七千五百個啦 但沒有關係 五千到七千五百個 那現在問題是什麼 接下來禮拜五的時候人肯定更多 那肯定更多的時候呢 民進黨現在那部傳一個聲音嘛 有可能會往裡面衝喔 那有可能往裡面衝之後 你就是要癱瘓意識喔 這是一種結果嘛 你真的要把意識癱瘓了嘛 那意識癱瘓它的訴求跟前提是什麼 各位現在已經轉調了 已經沒有在跟你討論程序正義 也沒有跟你討論黑箱也沒有跟你討論說 誰偷誰的卡 他說國中兩黨是依據共產黨的要求 order所以來去做這件事情嘛 所以我們要抗中保台 我們把意識癱瘓掉了 那我就問 因為你做任何事情喔 你除了戰術想定 你還有戰略的想定 我擺思不得其解說賴總統現在到底想要幹嘛 因為你癱瘓意識之後大家警戒而來的 包括你執政黨的法案 執政黨的預算 你要怎麼過 對啊就癱瘓了嘛 對啊 那你說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你有沒有想過賴清德曾經不去一個地方 兩百多天 對 三百多天 三百多天 台南市議會啊 所以這種事情是符合他的邏輯嘛 就是反正我就算真的跟你們屈服了 你議會也不會給我好果子吃 也不會給我甜果子吃啊 你到時候也是杯葛我的東西啊 我乾脆給你直接鬧僵 直接把你癱瘓嘛 那癱瘓之後有什麼作用 配合下來的軍演 因為我們剛才軍演聊了那麼多 各位那軍演只是ABCDE喔 他搞不好後面還有一連串的喔 就說聯合利劍這個東西搞不好只是第一次喔 搞不好常態化喔 你怎麼知道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啊 這國共兩黨 國眾兩黨喔 都是共產黨的 他們重新做選舉洗牌嘛 他要把台灣的 再分為統跟獨自分 就是你民眾黨跟國民黨是統的 我是讀的 所以這才是他的目的 否則你講國會武法真的有什麼那麼大不了嗎 好 董哥 如果明天的武鬥場難以避免的話 韓國瑜院長他有什麼方法 在處理明天那個場合 這邊講軟硬監視他有事件 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他不需要怎麼做 他只要延續 禮拜二那樣的氣氛 繼續表達一下 那不要去聽信人家說 我們要協調 要給民進黨講一些話 不需要 如果國民黨再放一點點的縫 國民黨史無葬身之地 因為國際的經驗太豐富了 馬航九執政八年 馬航九兩次就職 民進黨有派一個人來參加嗎 民進黨就職人家就要來 不來就不合作 就氣度小 民進黨講什麼永遠是對 所以國民黨要正確的敵任 你有一天點縫你就死了 好 那韓國瑜因為他有這兩次表達經驗 下來就繼續表達 就繼續表達 你看上午今天國民黨開記者會 所以你們說習近平有那麼多票 習近平的那個卡是從你們身上搶來的 你們把人家卡抽走 我們就搶 民進黨馬上開記者會 對不對 黃傑怎麼講 所以因為座位上沒有人 所以我把卡抽了要交給醫事人員 那你黃傑自己也不在你的位置上 因為你在抽別人的卡 那你的卡 你的位置怎麼有你的卡 那搶不過去啊 你的黨邊 柯建民也不在位置上啊 因為大家都微向主席台啊 所以民進黨就很習慣用這種 思思而回說 因為人不在位置上 所以我拿他的卡 依照立法院的那個 你只要簽字進入議場 你就表示你 你有人 有卡 因為等一下要表決卡一定會先差嘛 對不對 讓人是走動的 會去捍衛組織台 會互相拉扯嘛 怎麼可能一直坐在位置上 所以他這個思思而回 民進黨敢追樣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 可以控制台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體 九十以上的網路 他們就放出一些假消息 所以很多年輕人沒腦袋就出來 哎呀 抗議啊 對不對 藍白怎麼可以通過這些 藍白這些無法 都是國民黨 他們 現在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都是民進黨過去的主張 剛剛你聽以前講 每一樣都是 包括蔡英文 包括林佳龍 對不對 鄭立均 陳其曼 你們都主張過 還有柯建明 柯建明要求總統來極問極答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網 台灣只有那些年輕人羞恥啊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跟 政府是對抗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會覺得狠氣 就是說我們真理不是A邊月明 因為他有很強勢的媒體啊 他去顛倒黑白 抹黑扭曲 然後好像他就是對的啊 所以今天立法院沒有什麼話好講 就是表決到底 韓國瑜不要再猶豫 不要再說 要給他什麼善意 給他怎麼樣 完全不需要 因為你已經給夠了 你跟他開協調會 讓他講話 他洛洛等故意在拖延嘛 這些東西都很清楚 任何人都明白 你不要聽信那些人的話術 先通告國會無法再說 柯毅 你怎麼看 民進黨現在立法院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表決輸到開始輸到施新鋒啦 所以施新鋒沒有辦法的時候 他沒有回歸老路子 開始用一些不入流的手段 在拖延意識 像這次一定要講一下 立法院拔卡事件喔 綠營一直在攻擊徐新英委員 說他偷藏了立委的表決卡啦 試圖要讓表決無效 跟各位報告真相是什麼 為什麼徐新英委員 要去拿很多的來贏的表決卡呢 事實上他發現 有綠營的立委在偷拔別人的表決卡呀 他是要保護我們的表決卡 不要被別人收走 結果呢 被發現事實之後 綠營的立委怎麼解釋 他直接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拿表決卡 是為了要給議事人員 大家知道嗎 議事人員拒收這些表決卡呀 因為根據規定啊 只要立委人在異常裡面 卡就是可以插在臥底上的 議事人員不會把它拿走 所以問題來了 被綠營拿走的卡去哪裡了 不知道 議事人拒收 像卡在不在也不曉得 禮拜五還能夠用卡投票嗎 也不知道 所以當然藍營要用拒收表決嘛 因為沒得選擇嘛 然後綠營發現事情說不過去 又開始轉移焦點 怎麼轉移呢 他說 這個立法院的事情啊 是藍白跟中國大陸配合 在演一場 里應外合的好戲啊 莫名其妙 甚至又說 藍白強推國會擴權法案 是為了幫中共輕鬆獲得台灣的機密 不要忘記了 國會改革最早是民進黨提的好嗎 不是國民黨提的 現在我們要做了 綠營又開始不認帳 所以我只能拜託綠營的立法委員 你們認清一下現實 好好想一下賴清德講過什麼 他說了 少數服從多數 拜託尊重你們的總統 尊重你們的黨主席 不要再做一些 捉賊喊抓賊 不要再做一些 惡人心高中的事情 因為真的讓民眾看不起 雨萱 我們現在看到了 在場內 投票 數人頭 輸別人 場外你摳來的人 連主黨改革的理由 也說得不明不白 最後今天你看到的結果就是 全面性的抹紅 你看到 居然傳出了這樣的一個說法 原來早在二月 習近平就下達主戰場就鎖定 台灣立法院就對了 這樣的一個說法 你現在聽起來覺得莫名其妙 但外面的群眾會買單嗎 禮拜五如果明天 再來call更多人來 能改變什麼 不是啦 俊強哥應該這樣講啦 就民進黨怎麼用這101招 反正最後面都是可以扣上 這個我們講抗中保台 或者說 中共同舞人的這種大帽子 但現在的問題反而是說 你國民黨跟民眾黨 是不是能夠及時因應 因為現在已經從黑箱 到程序問題 已經一路上綱到統獨問題 是 雖然想像說這個國會改革無法 是原本民進黨自己提出來的 最後可以走到這個地步 但會不會有效 我跟憲哥哥直接講一個悲觀的答案 絕對會有效 會有效 當然你可能覺得很荒謬嘛 什麼零音外合啊 拜託啊 國會無法跟這個中共有什麼關係 但不重要 因為總而言之呢 他們講給自己的這四層的支持者 包括他們自己的群眾 能夠動員的號召越大越好 這是一種動員號召令 而非在政策上訴求問口 所以你看他開始引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比如說失敗民主講 袁紅斌喔 這個是這種流亡作家 二月的時候就揭露了 說國台辦提交給習近平 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 不是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喔 袁紅斌他是流亡作家 流亡作家怎麼會知道國台辦跟習近平講什麼 但不重要 他的意思說改革無法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打算要繳局 而且他講得很詳細喔 他說什麼 透過特定年事用改革的民意來降低執政效率 不是這樣 他還說 他就知道說朝野之間一定會因此有紛亂 一定會有亂局 所以整個國會鬧得一塌糊塗 會達到了整個習近平的統戰目的 等等 你知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等等 袁紅斌 你的意思是說 矢板明夫說 等於是柯建民他會反抗 藍白之間提了這個改革無法 所以柯建民如果不抵抗 這場戲唱不下去啊 所以柯建民也是中共同路人 國民兩黨 國眾兩黨哪會知道 我提了一個你民進黨過去的改革無法 結果你現在會反對 喔 原來老柯也是同火人 老柯的同上不是綠的也有點紅紅 這個也太錯亂了 今天錯亂是一個抹紅大戲 搞到後來柯建民變成習近平 林外合的那個同路人 對 沒有錯 而且他們現在講得更誇張 說哎呀 立法院我跟你講就是中國人大化啦 我坦白說啦 只要你民進黨會輸的 通通都是人大化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國眾兩黨 總共加起來席次幾席 62席 那62席表決贏剩下來的51席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民主啊 這叫民主 是嘛 否則我們過去8年 我跟各位講 8年蔡政府碾壓的案件 我真的是這個主板不及被宰 什麼再生圓圓一例一休 前三級主建設計畫 反正你要輸幾條 有輸幾條啦 原來我們一直 過去8年 都是中國人大化 是這樣子嗎 不是嘛 因為自己會輸的 他說欠缺實質討論 我一下一下來講給各位聽 你知道這一次我們講的 改革無法成功討論幾個小時嗎 幾個小時 外面的都不知道嘛 大家也不知道嘛 28.5個小時 所以這哪叫沒有討論 討論28.5個小時 所以說 但是他沒有實質審查 他沒有竹條審查 國民黨沒有啊 真的沒有嘛 來我跟我講 為什麼沒有 你知道嗎 吳中信委員在司法法治 不斷地說 各位我們來竹條審查 你知道這時候柯建民在幹嘛嗎 盤古開天 女娃的 女娃補天 哎呀我從古講到今 開始跟你講 他開頭就這樣 這幾十年前喔 這二十年前喔 三十年前喔 公共 他沒有要進入實質審查 因為這樣就會有進度 他就是不一定要有進度 你違法違憲 喔 程序發言 他就不斷地程序發言 柯建民講 我還換無私要講 無私要講完了 反正隨便 他們就一直這樣輪 一直車輪站 所以後來發現 沒完沒了 我們乾脆直接就送了 就送了之後 他跟我說什麼嘛 說 你怎麼不實質審查 不是耶 人家跟你實質審查的時候 你在跟我公共 然後呢 然後等到人家不審查 你再說你要實質審查 但各位你說 可是 就這樣出為人 會不公平 來來來 我再講一個給你聽好不好 韓國瑜在5月21號那一天 早上9點15分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嗎 因為民進黨這個委員當時不同意 但是 我們現在重新再討論一次 請問 各黨團有沒有要各指派一個代表 大家來 逐條審查 是 所以人家 再給一次機會 人家還是說 好我們來審查 看出來 就你知道柯建民幹什麼 我肚子痛了 跑掉了 我不是 我不要 我不要 又不要了 那不要之後 你知道我回過頭來說 好那我們繼續表決囉 你真的不要逐條審查 他說為什麼你不逐條審查 我看不懂 這個比 這不是肯德基還離譜 他故意讓你看不懂 讓場外 不知道實情的年輕人 繼續在那邊舉招牌高喊 黑箱沒有實質審查 目的就達到了 對沒有錯 而且你現在更誇張 還進一步 再升級 我們的審博大立委 顯然呢 我覺得他的 傷勢還是要好好保養 可能傷還沒有好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你們立法院擴權 會變成這個協助中國工具 各位我們這個引述這個話 還算客氣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製作單位 要這麼客氣 他還講一句 有驚天動地的話 你知道說什麼 他說什麼 中共的軍演 就是為了對準立法院而來的 所以今天的軍演 是他暗兵等等等等等 到今天看立法院亂強這樣子 我今天7.45的軍演 是裡應外合 我通常是會評論的 但我對於這種說法 我說你高興就好 好不好 你高興就好 這個喪事要保養好了 不要這樣子 你看 楊潑也說 幫中國取得台灣機密 來 配話 我實在不知道你是哪一位 我根本不知道 你哪一區我都不知道 他是議員嗎 還是什麼等級的 我不知道 但我跟各位講 現在台北市是不是有北四科 跟金華城小組 移民進黨馬上給我全部退出 為什麼 因為未來立法院所舉辦的調查小組 就跟現在的北四科跟金華城一樣 如果北四科跟金華城 掉任何的 我跟你講叫星光人壽 叫元大人壽 你馬上跟我講說違法違憲 你怎麼可以侵害人民的自由 你是共產黨 好不好 不要開玩笑 亂講一通 而且你看喔 黃姐還講 立法院現在上演的劇本 根本就是習近平 要指示占領國會 等一下啦 所以習近平是怎樣 10年前 2016年就已經滲透了民進黨 先把民進黨法案 這些國會改革無法通通提出來 蔡英文也被習近平滲透 因為蔡英文也要改革法案 我替你才放屁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的做法 他是要給外面的這一些人集結的理由 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注意這件事情的發展 那集結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變成兩個 一個說這是中共同路人 因為是中共同路人 他讓外面集結的人 充滿仇恨值 這其實是現在執政黨 讓我們覺得最看不起的地方 他把那一步的敵我的態度 把它拉到最高點 你現在可以想像到外面去拒絕的人就說 你們都是習近平的總統啊 你們都是如何如何如何等等等等之類的 他就用這一種莫須有的罪名灌在你頭上 然後接著去拉高部分他的支持者 用仇恨的方式來對待立法院內部 跟他不同立場的立法委員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現象 因為任何的極端政治 都是從這件事情開始說起的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在議事內裡頭呢 他把它癱瘓一層 抽卡 這是很小學生的作為 我們聽起來都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你也不能夠改變任何的情況 議事人員當時看到人來了 他才會去插卡嘛 這個插卡或不插卡 又不是由立法委員自己決定的 都是議事人員來決定的 你有什麼道理去幫議事人員去做這些事情 難道你要到立法院去當打工小妹嗎 但問題他並不在乎說 為我們很丟臉做這件事情 只要意識癱瘓我能夠找到一個 你看他們不表決 你看他們不討論 外面的人就有集結的理由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一個 我覺得還沒有選舉就要這樣的動員 未來的四年的動盪是很難以想像的 可是我這邊要提醒的是 國民黨其實在輿論戰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一直在拘泥於細節 可是我覺得需要有更大的一個 重要的一些論述 不管他怎麼樣給你帶風向 什麼中共同路人 然後什麼人民會被調查 查水表什麼等等的 你具體的提出來 什麼樣的情況是藐視國會 比如說靜電視的這一些相關的資料 你知道最近送到立法院 他們去調閱之後發現什麼 發現裡面需要詳細資料的部分 全部只剩標題沒有內容 這就是藐視國會啊 只有標題沒有內容 比如說股東名次通通都沒有 那第二部分比如說超私蛋 這些超私蛋的那個問題 我們問什麼資料 什麼通通都沒有 比如說高端疫苗 比如說泛雲舉行的3加11 類似像這樣的一些事情 你都應該要求你就把它公佈出來說 我們認為應該要調閱 而拒絕提供資料的就是這一些資料 我們如果不通過這些法律 我們無法監督行政院 所以你不必去跟他打那個口水戰 你具體的拿出民眾真的覺得 立法院應該要監督行政院 但過去沒有辦法監督的事情 你拿出來說通過這些法案 我們才可以要求這一些行政單位的人員 提供具體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現在呢 我們要面對的是 他現在是給你那個破罐破瓦摔這樣子 反正我摔破了無所謂 反正呢就大家都很討厭立法院 那無所謂 他無所謂這件事情 他只要對他的支持者交代就好了 這一點現在是台灣最危險的地方 董哥 所以今天鋪天蓋地的抹紅的劇本 真的有人買單嗎 真的會不會相信嗎 真的明天會催出更多人去包圍立法院嗎 他只要礦住他那40%的顯民 各位朋友 民進黨我剛剛講過 他就是鋪天蓋地 他有很強大的媒體嘛 對不對 這幾天媒體寫出來就說 哇你看 群眾有三萬 老實講 以我過去長期跑街頭的經驗 我告訴你 我看了這個三千人都沒有 可是媒體拍起來可以拍很那個 哇很近 哇好像很多人 各位朋友你在看醫院 有三萬人嗎 你用自己的良心跟知識 我告訴你啊 我們今天台灣最缺乏的就是 自力測驗 就每個民進黨 他的媒體寫什麼 然後他標題一下的時候 台灣政論節目在討論 每個人都寫三萬人 有三萬人嗎 自己再看一看那個人數 笑死人了 我告訴你 台灣 民進黨就是掌握了 他的媒體 然後在網路上 然後開始就很多人出來講 哎呀我們就反對 你現在反對的 都是民進黨主張 你知道嗎 民進黨現在在做的 都是自己過去所全力反對的 你知道嗎 那現在民進黨就告訴你 哇都習近平 哇怎麼樣怎麼樣 是啊我知道啦 趙天麟 會炮上那個小三點 是習近平手死了啦 對不對 大家看了嘛 民進黨今天就用這個 然後說 哇習近平 跟那個 國民黨在插和 再怎麼樣 早早就知道了 2016年就知道了 從 蔡英文當總統第一天他就知道了 他就把那些法案 讓民進黨在裡面弄 所以你今天看到 台灣喔 其實我們 這些人的選舉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悲哀 不過也有很多老百姓眼睛血亮 至少百分之六十血亮了吧 那你要當民運好 左股當他的豬 大家也沒辦法 但是只是成為一個笑柄 還說是什麼學生 這是學生嗎 笑死人啊 他們是曾經的學生 當然都曾經當學生過 可是我要講 三萬人包圍立法院 太少了 至少三十萬人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太陽化2.0 這是零二十萬的第二次海選大會 台灣經濟這麼差 之前上次林非凡 現在已經二十萬薪水了 沒有被選上的 這回全部都來了 希望成為下一個林非凡 你的進展太快了 大家還只停留在零九萬 現在已經到了零二十萬 你講零二十萬 大家不知道是誰 零九萬是三萬人 零二十萬就來三十萬了 現在經濟這麼不好 則有機會 巴上賴清德的大腿 一飛沖天啊 二十萬薪水絕對不是夢 所以怎麼只有三萬 小看的那些人啊 有三十萬人啊 但我要講一句 不管你人再多 我真的強烈建議 不要只是外面喊一喊 一開始他們來的時候 還不曉得在幹什麼 所以口號喊的是什麼 光復香港啊 莫名其妙 到現在終於知道了 開始喊反黑箱反擴權 但問題是問他們 到底黑箱的條文是什麼 沒有人講得出來 還根本不曉得條文是什麼 只知道大家揪一揪 就來這邊應徵海選 跟你報告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讓民進黨好看 真的想讓執政黨難看 拜託你就衝進去 好不好 你既然覺得你們都做都是對的 就不要只在外面喊一喊 衝到立法院去 跟之前的太陽花一樣 繼續的霸佔立法院 繼續的訴求 你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因為到最後倒霉的是誰 倒霉的是執政黨 是民進黨啊 現在執政的不是國民黨 執政的是民進黨 你們衝進去的結果會是什麼 導致了賴清德 接下來沒有辦法做實證報告 導致了立法院 導致了民進黨 沒有辦法通過他們的預算 所以這些民眾 這些所謂的學生 到了門外 講得非常好聽 喊得非常熱烈 但完全不敢有任何 下一步的動作 因為他們知道 支持他們的是誰 就是民進黨 就是立法委員 那些綠營的人 這種做法 這種作為 真的不要把其他人當作傻子 大家都有眼睛看得出來 這個所謂的太陽花2.0 接下來的走向會是如何 我相信結果一定會是不好的 因為持續下去 只會讓更多人 看破他們的手腳 持續下去 只會讓更多人 不恥他們這種行為 太陽花2.0會不會捲土重來 看來越來越有樣子 但正當性呢 這是昨天我們看到台北 還在下雨 據說三萬人在場外包圍 場內綠尾繼續在飛隔 他們還把韓國瑜 打成了黑箱的罪人 昨天我們就看到了 在大院內還有綠尾拿太陽花 丟向主持人 差一點點丟到了韓國瑜 有必要這樣嗎 來 我們看到韓國瑜院長 昨天凌晨一點 PO出了這一張 他說 終於回到家了 聽到要哭去 再來 再戰星期五 來 明顯地告訴我們 今天在這一邊杯葛 那邊包圍 他雲淡風輕在這地方吃稀飯 是不是就已經高下立判了呢 韓國瑜這次的情況很淡定 就是說第一個他昨天在 所有場外在抗爭 我想抗爭很多人沒有錯 我們尊重不同的聲音 包括學生 即使你們有民進黨動員 那都尊重 那是社會不同的聲音 可是看韓國瑜是主持議場之後 他昨天下班在臉書PO了一個 他吃粥的一個聲音 他並不是說 我吃粥我在調侃你說 你民進黨的抗爭就是小菜一點 不是啦 老講 你過度解讀 我沒有這樣講 我剛剛說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PO了一個臉書 就吃了一碗粥之後 我們剛剛在錄影的時候 也在討論說 那一碗粥是哪裡 我們想吃吃看 我特定去韓國瑜的臉書 這錄影此時此刻 我上網去看 韓國瑜現在已經有 11萬人按讚了 越來越多了 很多 二個字還沒有這麼多個讚 是 不少有人 包括藍沟上面說 韓院長加油 繼續努力 所有人都是給韓院長加油打氣 藍綠好 現在朝野對抗成這樣 韓院長到現在是 所有政治人物裡面 少數沒有負評的 所以韓國瑜就照程序主持 不管禮拜五聽證會 會不會朝野再次一次衝煩 在昨天的抗爭底下 韓國瑜很淡定 回家吃了一碗粥 而且韓國瑜講說 夏大雨大家辛苦了 而且天雨入華 大家小心 所有人都給韓國瑜加油 特別韓國瑜接見了外賓 韓國瑜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講到說外賓 因為韓國瑜一整天主持議事 他說外賓看著韓國瑜的眼神 都是這樣 抱與同情的眼神 你說韓國瑜主持一天之後 有沒有疲憊 有沒有比較疲憊一些 確實是有 可是韓國瑜只要主持議事中立 這就沒有問題了 第二個你看 現在場外那麼多人 民黨就要去思考 現在禮拜五現在是蔡英文 現在是賴總統 就任的第幾天而已 第一個禮拜 朝野要持續對抗下去嗎 禮拜五是針對聽證權 進行二三讀 對在野黨來講 藍白是合作的 包括郭正亮也在主張說 就趕快把所有的程序 把它結束 進入實質的表決 那對院長來講 只要公正主持程序 立法院就沒有問題 我們給韓國瑜加油 給立法院加油 但我們退一萬步講 國會不該改革嗎 來 尾翰 我們看到了 昨天通過了藐視國會罪 這真的是國會擴權嗎 不該有這一條嗎 其實藐視國會罪 或是國會調查權 以及國會的改革 包含了立法院長的投票 要記名 很多人都同意的 但現在目前 藍綠白 特別是藍白一對 綠一對 雙方互相攻協的點不一樣 是 民進黨的點就是 你沒有程序正義 你為什麼中間沒有辦法 讓我完整的宣讀 人家在那裡鬧啊 他就是要鬧 可是你沒有按照規矩來 他就說你就是黑箱 那怎麼辦呢 俊亮哥還沒完成耶 二讀而已耶 禮拜五再加 到底會怎樣的時候 突然 今天一個畫面 大家看見以後 怎麼氛圍差這麼多 對不對 我們行政院長卓榮泰 總要到立法院去拜會嘛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是卓榮泰在喊話的 可是今天就不一樣啊 今天是一團和氣 韓國瑜長講說 吵吵鬧到 終會過去 對不對 所以呢 卓榮泰到立法院去拜會 立法院長韓國瑜 那行政院長跟立法院長 兩個人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還有副院長 陣立院的賽 那禮拜五還要吵嗎 還要跟上個禮拜五一樣 剛好一個禮拜還要打嗎 因為上禮拜五有打 昨天是沒有打 但昨天整個過程當中 場外很多年輕人在抗議 國民黨在罵黃國昌 那這個情景 禮拜五會不會再重演 現在看到卓榮泰院長 也來拜會了以後 到底民進黨能不能接受 因為票數就是不夠 法案就是不可能能夠逆轉 那只要讓他過了以後 以後國會有這個 藐視國會這根調查權 以及近平投票這些事情 還有總統統立法院去報告的 國慶報告 能不能變成一個新國會 新的改革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拭目以待 這禮拜五還要繞這麼多人上街嗎 而在昨天晚上你看到 從街上到大院 都在指責一個人就是韓國瑜 說他是民主的罪人 一下子晚上韓國瑜 整個人黑掉了 但是他剖出這根反差極大的照片 凸顯了什麼訊息 那你說韓國瑜有沒有人批評有 可是評論黃國昌的可能更多 他說韓國瑜有沒有人說 他這樣子主食意識太軟怎麼樣 對 他的人這個粉絲的韓粉 沒有少啊 居然哥 因為他一直在忙對不對 上個禮拜被拉到 這個西裝差點都破了 昨天表決超過12點 12點弄不吃飯了 之後去吃了一碗 他說我吃個稀飯 10萬人按讚 就代表說韓國瑜現在目前 他的人氣 其實是還是維持在那個高點 那今天韓國瑜他今天要當立法院的院長 在主持這個議事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藍綠百在攻防 通常我們都事後再來關心 其實說在立法院過什麼案子 都是已經三組你才知道 藐視國會罪 來軍教育我就講 以前其實民進黨就有提出版本啊 民進黨早就支持這個版本 之後後來沒有去執行而已嘛 對 所以你應該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藐視國會罪的版本是怎麼樣 那我這邊講一件事 因為藐視國會罪在立恩行事侵犯裡面 第25條裡面有 沒有一般民眾 昨天跟大家講對不對 可是後面如果發到第48條的話呢 就有機關法人 那個叫做國會調查權 不一樣 但是你今天就藍綠白各自取各自要講 比如說 這民眾黨就會講說 沒有個人 民進黨講說說謊 明明48條就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了解清楚 這個藐視國會罪 為什麼綠營的反彈這麼大 這麼劇烈這麼害怕 什麼樣的行政官員 就會有個什麼樣的約束 他的法條 這條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 現在藐視國會罪的一個精神 就在於就是說 你今天當一個行政官員 你到立法院 立委就代表民意 所以我們在辦這個國慶初委會 辦這個國慶大會的時候 誰代表所有全國的國民 不是總統 是立法院的院長 對 所以立法院代表民意 那民意來監督行政 所以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院 我有監督你的責任跟權利的時候 我問你什麼事 你怎麼可以給我亂講 所以藐視國會罪就是要官員 不要亂講 不要虛偽正直 這個觀念基本上我是支持的 還是回到那一點 就是你要論述到 大家都清楚 你要了解以後 你在執行法令的那個 三讀過程當中 才不會有很多人在講你黑箱 或是說你這個東西 會影響到一般民眾 因為很多國家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權責在 所以國會的調查權 跟藐視國會罪 這個在很多國家都有 那我們台灣也要有的時候 他怎麼執行 罰多少錢 因為先前還有一個版本 是直接要關 要關好幾年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要跟民眾講清楚 那民眾講清楚以後 立法的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好很多人把這一次的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這個朝野對決 把它類比等同於太陽花2.0 會再一次捲土重來嗎 來看這個場面 太陽花還真的進到了 大院立士廳堂了 因為已經10年了 所以民進黨現在目前就想要 這個複製太陽花2.0 所以太陽花2.0 那一定要有太陽花吧 對 所以太陽花就進場了對不對 那重點是 剛好黃國昌被針對 第一個 10年前他是太陽花的 三個精神領袖 黃國昌 林飛帆跟這個陳偉廷 那現在他是民眾黨的立委 而且他是總召 他還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最重要的一個聯繫 他支持這個整個修法的過程 跟民進黨是站對立面的 所以整張都你給他 哎呀黃國昌在那邊 黃國昌來要送他太陽花 黃國昌他也在旁邊直播 他看了又講說 這個畫面實在是 他就 他沒有要去揭花 本來是拍前面的 就把他拍過來 就拍我自己的臉 就是過程當中 全程其實民進黨這次 非常針對黃國昌 包括民進黨好幾個立委 上去發言對不對 直接就嗆黃國昌是偽君子 還到外面去跟學生幾千個人 幾萬人講說 黃國昌是偽君子 所以非常的針對性 那當然這個後續你要知道 兩年以後 黃國昌很可能就是 西北市長的參選人 現在先把他人生 打壞了以後 大家後面相對 所以韋翰你剛剛說到 非常針對 你看他們要拿花給黃國昌 他不接 直接一把丟過去 要差點砸到了院長 對 黃國昌沒丟到 差點要丟 丟到韓國瑜院長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針對黃國昌 就是用太陽花去 諷刺黃國昌 十年前是站在 議場外面抗爭那一群 就十年後是站在議場裡面 要把門鎖起來 讓學生進來的 但學生根本沒有要進來 這點要講清楚 十年前 十年後 整個看起來 外面的學生年紀很輕 他們擔心裡面有黑箱 這個感覺是很像的 只是他的規模不一樣 而且國民黨跟民眾黨 應該要有本事去說明清楚 讓民眾了解說 這個絕對沒有黑箱 那民眾才會支持立法的過程 好 接下來星期五 星期五再戰立法院 宇軒告訴我們 我們就看到了 昨天在台北雨下的其實不小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主辦單位說 有喔 我們已經動員了 三萬人自動的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理由 來到這個地方 要包圍立法院 明天今天上班上課 都有三萬人 禮拜五明天不用上班 不用上課 會不會來更多啊 這居然跟 因為我們大家在討論說 人數的問題 國民黨在場面說真的假的 八千嗎 然後是不是還善效 對不對 但我憑心而論喔 那個空拍圖我也看過 應該是有超過一萬人 這是確定的 這個人多喔 只不過兩到三萬 這我們就打上一個問號 但這時候問題來了 到底他是動員 還是自動自發 包括我們講到 是不是連雞排妹 都在現場 來去號召 所以這個絕對 不是單方面的說 哎呀 全部都動員 遊覽車 又或是哎呀 全部都自動自發 不是的 這是一種相互堆疊的效應 有一個基本盤子 再把人找來 但現在大家不是想 問一件問題 請問一下民團24號 到底會多還是會少 我憑心而論 如果說光是下雨天 甚至天氣 雨這麼大的狀況 那麼悶那麼濕的天氣 都有超過一萬人 那24號肯定會人更多 更多 當然是會更多嘛 所以你看喔 他說包括你看 雞排妹是不是也到現場 說哎呀 發雨衣啊 來青島東路啊 人流管制啊 各位這會產生一種 相互堆疊的效應 什麼意思 原本呢這些人 是為了網紅 為了自從意見領袖 所以才來到現場 但人多了之後 變成是意見領袖 也想要因為現場人很多 跑來這邊蹭流量 跑來這邊蹭熱度 跑來這邊也參與一席之地 所以當然人會慢慢 越來越多 你看喔 就連曹欣誠 這很久沒有出現的人物 他也來蹭嘛 都把人家說 我們不要變成香港 等等我憑心而論啦 讓我也不要做中共走狗 來來我們剛才講了 藐視國會罪 聽證調查權 人事同意權 哎呀就國會無法罵 這跟香港什麼關係 跟中共什麼關係 恕我之子愚鈍 我沒有辦法參悟理解 我們曹董事長的邏輯 但他就這樣講了 但人多不多 各位我客觀講 人確實是很多 但是有一個人喔 一個作家叫做飄浪島嶼的 他跑到現場去 他發現一個怪問題 就現場罵了很多東西 但理論上來講 改革改革 改革這兩個字 是什麼名詞 是一個進步前衛的名詞 理論上講應該是 左派的名詞 其實我沒想到 左派的名詞 變成中共的走狗 改革變成跟中共畫上等號 所以他就講了 到底改革哪裡錯了 他就去問現場來抗議的人 結果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 大部分都說 黑箱都沒有審查 就是用這些名目來討論 而這些名目 如同今天 卓榮泰 特別還在臉書上寫的 跟賴清德講的一樣 程序正義是個字 所以到底改革是對是錯 恐怕這一群人心中 也沒有個答案 所以昨天他們冒著雨上街 照理講你那個心胸是開闊的 你是包容的 你才可以匯聚成河 繞更多人 摳更多人來 結果在現場來了兩個 極為有名的網紅 在這個地方居然被轟出去啊 對因為原本呢 這個很有名的網紅呢 叫做百靈果 那百靈果呢 跑到現場之後呢 原本想說 哎呀這個人這麼多 也來蹭蹭熱度 測蹭流量 但是不好意思喔 你過去呢曾經講過一句話 所以被人家記者 他說什麼 說太陽花啊 都是搞笑賣萌 各位我們這樣坦白講 太陽花到底是對是說 因為現在十週年過去大 他不禁會回去看過去的服貌 包括看過去曾經參與 太陽花學運的人員 所以這個叫做毀育參半 但你要把太陽花 跟這一次畫上一個連結 畫上一個等號 我覺得也很奇怪 你不能說 我支持這一次太陽花2.0 我支持這一次的包委立法院 但是呢 因為你過去不支持太陽花 我就討厭你 這個邏輯代表一件事情 這些人這些群眾 不管你一萬兩萬三萬 他們有沒有基本的政治立場 有沒有基本的政治思想 當然有 我直接不會演講 少來這一套 在現場的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綠的 好 雨菊進步來告訴我們 你剛剛提到 他是一個複合式的 把人催出來 到底有沒有動員 現在明明白白就告訴你 現場行動指南 這個指南裡面的內容 寫得多麼巨細迷移啊 對 居然跟我們現在來介紹 他這個叫做 捍衛民主陣線521聯盟 坦白講 我從頭到尾都已經爬梳過 比如說你講 他的穿著 他的打扮 來 我跟你講最後一個文 因為我都會先把事情給看完 我還是不知道 到底主辦單位是誰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521捍衛民主陣線聯盟 就是這樣一個空的 那包括現在這個 這個金明年陣線炒出來講說 還好我們是主辦方 我們是主辦方 但主辦方有幾十個團體 但你看這個有多詳盡 包括你去到現場之後 你該做什麼 該帶什麼設備 醫療在哪裡 主舞台在哪裡 出口在哪裡 甚至跟你講 你如果遇到警察該怎麼辦 你如果遇到受傷該怎麼辦 你遇到危險 全部都幫你講好了 所以你就講 哇 如此精密 而且這個網頁 也不是一處可及的 背後難道只是純粹自發性 難道沒有資源嗎 我跟各位講 我過去有在台大期間 那個時候 包括民進黨 包括非常多的 我們講的在野的勢力 早就已經會跟這些學生 會跟這些議會 都有往來溝通聯繫 所以你所謂的民間社運團體 你所謂的自發性學生 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講話 有沒有 有 但是會發動到這種主體性 甚至是組織動員號召的基礎 絕對不可能是一人所為 好 最後宇軒用 這個最新修騰騰的media來告訴我們 一場講不出改革 有什麼不對的 上萬人的集會 的抗議 民意會站在他們那邊嗎 不是 今天跟我坦白說 這個兩三萬人 他們是不是民意 當然是民意 但今天為什麼這股民意 藍白兩黨可以去忽視 兩白兩黨可以去善想 因為各自各自背後 都有自己的民意 你仔細看看 六成五的民眾 這是TPOC的民調 說支持藍白兩黨 或者是支持國會改革法案 所以這個數字 跟我們過去大家所想像的 並無二字 只有一成的網友看不慣 立法院打打鬧鬧 甚至呢民進黨的 綠委的好感度 還被國民黨操車 這個我倒是挺意外的 國民黨的好感度 竟然會高 而且負面升量呢 暴增到11.2萬折 所以我最後做一個總結喔 21號也好 20我們講24號也好 就算3萬5萬10萬 我都看不出來 到目前為止 到底他的下台機制 他的退場機制 會是什麼 那不會是很麻煩的事情嗎 他後知 昨天耗成3萬 如果禮拜五來更多 能改變什麼結果嗎 昨天的人真的 真的比想像中多啦 你看他場地原本 那個主舞台是搭在近南路的 金島東路的一半 後來整個漫延出來 他們又多搭了舞台 所以他比 我覺得他比想像中的 主辦人會想像中的多 但你昨天到現場 你就會覺得說 很荒謬說 你們現在到底在抗議什麼 到底是在抗議黃國昌 抗議傅昆錡 還是在抗議國會改革發言 現場都在講說 台灣不能變成香港 曹青人講得更好笑 香港是行政權獨大立法 全當像迷途章 台灣的中央更好相伴 為什麼立法會變成 立法院的權力變大 會變成香港化 我完全聽不懂 昨天到現場上 到底有幾個人 聽過看過的法案內容 全部都在講抗衝保台啊 但問題是 我就問嘛 老共要國會改革法案幹嘛嘛 國會改革法案完了之後 所以台灣就會被統一 我完全 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接上那個邏輯 那我覺得 你問我禮拜五 我覺得禮拜五不見得會更高 因為我覺得 整個氛圍上面 你看今天 左翁太已經去立法院了 就是民進黨現在的狀況有兩股 一股說 左翁太他開始要跟立法院溝通 部位首長開始要去立法院備詢 我並不希望衝突變得更高 可是側翼這塊 我又沒有要收手 這個是民進黨目前矛盾的地方 我覺得 他們這個矛盾的情緒 你要吹就是要一路吹到底 同樣一邊吹到底 你不能有一邊軟下來 所以你說會吹得更多 我不覺得 然後對於國會改革 我必須要講說 我覺得國民黨很多地方 該溝通的的確沒做好 但是我要回頭問就是說 今天來講國會 今天大家認真去看這個條文 這條文有這麼糟嗎 剛偉翰已經講過了嘛 比如說你現在表示國會罪 基本上你要連續 因為他那個不只是你主席制止之後 還要院會通過 院會通過之後 你如果 你如果不服 還有法院那一關 才會成立 其實比較可能的狀況是說 你跟政府有往來 那你當然就 比如說你賺政府的錢 那假設這個出問題 比如說高端 我是不是要叫你來 我舉他們台北市議會 這當然不會是你完全 我舉台北市議會的例子好了 他們現在在炒T16 T17對不對 原大那兩個說他沒來開會的 是不是他 是不是我叫他來是不是剛好而已 已經到台中市政府的副秘書長 我叫他來這個地方是不是剛好而已 其實立法院是需要這個職權的 只是說這個職權需要一個磨合去做 我補充一下既然你談到這個 我們在這個小組成立的時候 召集人 我想說我們有沒有權利 請這些廠商來 因為他是民間廠商啊 大可以作業 你就管不到我就不要來啦 你有沒有沒有議會改革法啊 不是錯 我們早就有明定這一條 我們在這個 這種調查小組的組織章程裡面 就講 得標的廠商 由義務到小組裡面來說明 有進行說明 所以呢 像這個16 17 18的什麼 金人寶啦 星光人壽啦 都必須來說明 這是他的義務喔 就你得標之後 你就有這一條 如果說發生爭議的話 你就有義務來說明 所以這本來就是 因為你拿的是政府的錢啊 你看在這個美國國會裡面 很多的什麼特斯拉的啦 因為他過去拿 這政府聯邦政府補助嘛 然後呢 還有相關要看你們的 Facebook Facebook在那邊叫到 Luck在那邊Luck證 問好問滿 問好 問的TikTok有沒有違反國安啊 有沒有執行長 還有要求你把股份賣掉 國會可以干預個人的財富 股權分配 可以要求你把它賣掉 美國國會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認為你違反國安啊 如果真的要 怕變成香港的話 國會要這個權力 台北變香港了 台北變香港 對啊 台北變香港了 就我如果請廠商來的話 不變香港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啊 最好可笑的 口號是什麼 就是什麼 保衛香港 台灣不要香港話 拜託增加國會的權力 增加民主的能量 台灣永遠不會變香港 你怎麼看 其實目前通過這幾個條文 大部分都是民進黨提的修正條文 我不曉得你在反對什麼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你提的你自己不同意啊 那你在外面的群眾幹什麼 另外一個很好笑的就是 外面群眾好像也不太關心 國會改革的實質內容 談什麼謝國良罷免案啊 談些有的沒有的 那好像場內場外是兩種情耶 換句話說 場外應該是 綠營的有感到挫折的支持者 他們國會為什麼沒有過半 不能像過去八年一樣 吃香喝啦 那現在不行啦 為什麼 今天你在搞巴西蛋 超市公司的老闆 要不要到國會來作證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對啊 政府的五義十義不用來作證嗎 對啊 第二個 那個所謂的快篩季 小吃店都可以來 我們找小吃店的老闆 問有什麼不對了 而且在立法院的聽證會也好 調查都是公開的喔 跟你那個用特務啦 用東廠啦 用NCC啊 那種關門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是全台灣可能最公開 可以把事情弄清楚的單位 而且你也知道喔 立法院七嘴八舌 來自不同地方 誰理誰啊 誰聽誰啊 比如說我今天說 欸 這個案子喔 我們要傳這個 欸 這個黃偉漢 欸 他們兩個搞不好不同啊 不同意啊 是要委會的表決通過才行耶 所以你在講那什麼謊話 那你也知道為什麼 國會改革真正的核心議題喔 除了他們民進黨某幾個立委 講謊話 弄那個那個什麼截圖啊 弄講謊話以外 他們講不出東西來啊 幾乎所有美國國會 一年裡面我算過至少有130場 至少130場聽證會 那這個聽證會你以為是什麼 路邊歐巴桑 歐吉桑啊 菜場賣菜都不是 都是針對有錢有勢的人來 所以剛才他們幾個講得很好啊 欸 我精華城老闆 要不要找精華城老闆來問問看啊 你怎麼弄到這個容積率 這個對誰都好啊 對柯文哲也好 對誰也好 把事情問清楚啊 公開的問嘛 所以應該把這個事情 讓我們像美國 像日本 像韓國 像所有的民主國家 德國 英國 法國 通通有著國會的監督的權利 把它恢復正常 我們現在只是恢復 國會的正常監督權利而已 你們民進黨在說什麼話 巨像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人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